各位大家好,今天跟各位介紹 我們公司對於Lighting Home Automation 這一塊的一些控制的介紹 那基本上呢,我大概先介紹幾個 device 第一個,我們這邊有一個simal stack 這是在做溫度的傳感器 它可以控制溫濕度 第二個,這邊有一個camera 那第三個,這邊有一個Lighting 那基本上 我們是透過一台Standard的AP 來去把這些 device做連結 透過你的Wi-Fi,你可以做 遠端的iPad、iPhone的一些控制 所以,我們可以控制很多的 device 這邊就做一些比較簡單的演示 跟各位做說明 關於這個simal stack部分的話 我們可以隨時去控制 simal stack的溫度 所以當我這邊去調整溫度 比如說我現在把它調到80度 各位可以看到這邊的數字 它馬上就降到80度 所以,它可以跟你的冷氣做連動 所以基本上我們可以去做遠端 對冷氣的一些控制 那 第二個,我們可以看得到 CAMERA CAMERA就是這支CAMERA 目前,我們在這邊做演示的時候 它可以直接穿視頻 那跟HOME AUTOMATION 其實比較有相關的話 基本上就是這個Lighting的demo 我們可以在這個demo上面來講的話 我們可以把燈打開 我們可以遠端的去控制它on-off 在iPad這一段的話 我們可以隨時monet到它的功耗 它的電壓、電流、功耗 所以當我改變它的亮度的時候 燈的亮度會改變 功耗這邊的話,它也會馬上降下來 現在只剩下6W 所以我們可以遠端的去做開關 它反應還蠻即時的 那主要這一段跟家電裡面的應用很類似 因為你所有的家電都要monitor你的電壓電流 那你要能夠去做遠端的操控 所以基本上這一塊架構來講 是Base on這一塊模組 OK 所以基本上用我們這樣Wi-Fi的Solution 你可以非常輕易的實現智慧家庭的應用 OK